国家发展部政务部长李志生表示 阿玉尼后港榜额东市政会 至今还没有就市政会的严重财务管理不当 以及拖欠杂费问题做出解释 网上则有人以谎言 非完全属实的言论和各种推测 试图分散公众的注意 李志生发表文告说 散布这些不实言论的是亲工人党人士 和工人党的同情者 他们的目的是混淆大众 让民众看不清真相 他说国家发展部已经针对这些不实说法做出澄清 李志生也表示 问题的关键在于责任担当和透明度 阿玉尼后港榜额东市政会 迟迟没有针对拖欠杂费 财务管理和目前的财务状况等问题做出解释 这些都是区内居民 甚至所有国人都有权知道的讯息